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4年10月7日,星期一 这个视频呢,我就专门跟大家来说一下关于我这个手这个事情啊 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大家注意到了,我在视频里面这个手呢,一直都举在这个位置上啊 这个我发现啊,严重的考验了大家的这个观察能力啊 那么有一些人呢,就没有观察到啊,我这个手跟一般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啊 有的人呢,可能有人说,我平常我也不观察你那手啊,我怎么知道你有什么区别啊 但是呢,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呢,你就会看到它肿了,肿了 有的观众朋友呢,就注意到了,说肿了,怎么那么肿呢 那么我感谢啊,这几天大家对我这个手的这个关心 我本来呢,这事啊,我不想在这个频道里面做一个节目 或者在节目里面说这事儿 我本来是想专门做一个节目呀 放到我另外一个还没生活频道里面啊 我的那个备用频道呢,备用频道啊 我也没有什么时间去打理它 我长期以来呢,也把我这个节目里面的这个节目 有的时候呢,给它编辑一下,也放到那里面 但是呢,YouTube现在呢,就把我那个频道呢,就警告我要关我啊 说呢,你不能重复使用这个视频啊 我就觉得说好像在网上,只要是授权的啊,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别人的节目啊 怎么我自己使用自己的节目都不行了呢 但是呢,我尊重人家YouTube的这个规定啊 你既然是有这个规定啊,那我是一个博主 我就应该遵守平台的规定,对不对 所以呢,我就把那个频道呢,就改成一个纯生活化的 不会把我这里面的节目呢,拿到那里面去啊 那么生活化呢,像这个马峰被遮了 像我这手这事儿啊,它就是一个生活话题啊 我本来是想,把这个专门做一个视频放到那里面去啊 但是呢,现在既然是在我这个频道里面 这么多网友啊,比较关心我这个手啊 很多人,我看了很多人留言 说你这个手到底是怎么了啊 有的人说呢,我觉得怪别扭的啊,我很好奇啊 有很多人说我也想知道啊,什么的 所以呢,我今天就专门做这么一个视频盖了大家啊 为了不让那些急脾气的着急啊 我首先公布谜底啊,我这个手啊,是被马峰遮了 实际上呢,网友朋友啊,在我频道里面留言的时候啊 其实我前两天就回复了,当第一个网友说 哎,你这个手啊,是不是受伤了呀 怎么看着你很肿啊 然后呢,我就留言了 我说,谢谢你的关心啊 我确实是受伤了 就是被马峰遮了 但是之后我发现我这个留言啊 直到现在啊 都没有出现在我这个频道留言区里面 以前的时候我也发现有这种情况啊 以前的时候呢,就是有的人啊,太过分了 骂人啊 或者是黑我,或者黑中国呀 那种话啊,特别不是人的那话呢 然后我就回怼啊 那回怼完了以后我就发现 哎,怎么就不出现了呢 然后我就琢磨着说 是不是那个留言的那个人觉得不合适了 被我怼的,牙口无言了 所以他就把那个留言删了 那他删了,我给他回复的也就删掉了 我以前是这么认为的 但是呢,自从就是网友问我手怎么了 我回应说是被马峰遮了以后 这个留言到现在都没有出现啊 而且呢,这个留言没有任何一个人 来谈论这件事情 因为我又说被马峰遮了 没有一个人说 哦,韩梅的手原来是被马峰遮了啊 哪怕就是说我回复完了以后呢 一闪,有观众朋友看到 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看到我那个留言啊 说明什么呀 说明我这个留言 从一开始就被这个平台呢 给他隐藏了 那么YouTube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这两天我也在琢磨这事啊 为什么YouTube会隐藏我的留言呢 之前的时候呢 有网友说韩梅,你特别不像话 然后你那个,为什么把我的留言给我删了啊 我从来都不删了啊 除非你也特别的不像话 骂脏话呀 或者是那种污蔑性的语言啊 否则的话我都不会啊 我都不会 有争议性的我是不会的 现在哈,我告诉你 我是不能留言的 我的留言都被删 你想想 你明白了是谁删的吧 对不对 如果说有的网友朋友哈 你的留言被删的话呢 那你是不是说你在别地的留言也被删了 是不是平台就是针对你啊 或者说你在别地如果你没删的话 你可能是在我的频道里面曾经发表过 比较那个什么的言论 被平台知道了 所以你在我这的发言平台都给你删 反正不是我啊 除非你是骂人和污蔑 如果你这是观点性的的话呢 肯定不是我 那么现在你知道了哈 就我说我被马峰遮了 都被那个什么 这个留言都出不来啊 好,现在呢 你知道了哈 我是被这个马峰遮了 现在呢 我就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就是我被马峰遮这个过程啊 大家来吸取这个教训 另外就是被马峰遮了以后啊 是有哪一些症状 我这两天呢 非常的忐忑和担忧啊 我担心被马峰遮了以后 会留下永久性的后遗症啊 你可能会觉得说有这么严重吗 听下去你就知道有这么严重啊 首先我就说被马峰遮这个过程啊 我已经这是第三次被马峰遮了 那么第一次的时候呢 哎,我有一天啊 我就跟那刷牙的时候啊 我觉得我腿上好像有一东西在爬啊 我低头一看有一个马峰在我腿上爬 他那那会呢 他也并没有遮我 那我之前我也没有经验啊 然后呢,我看马峰在那个我腿上啊 跟那静静的就跟那爬啊 挺稳定的 他不像这个苍蝇蚊子 如果我一打他 他可能会飞啊 反正不管怎么样吧 然后我就是挥手就去拍他 结果这一拍我就被折了 后来我就观察 那马峰啊 他永远他身体啊是勾着的啊 他这个尾巴上的那个针永远是对象 他落在的那个物体上 就是说他落在我的这个腿上啊 他那个身体是这样的 当我一拍的时候啊 他那个针蹭一下就进了我的这个皮肤了 就伴我腿就给我折了 那是第一次啊 那么过了有大约半个月的时候呢 哎我发现我这屋里面呢 就有一只这个马峰 这回我就有吸取教训了啊 然后我就拿一张纸 然后呢就把它给摁死啊 摁了我就担心他太大个了 摁可能没有完全摁死 你知道吗 他掉下来以后呢 我就拿上一张纸啊 就给他窝不窝不 想给他包起来 然后给他扔掉了 就在我窝的这个构成当中 我又犯错了 这个纸啊不够厚 我这一窝一捏 得又摁到了他那个针上 又把我这个手给我折了 你就可想而知啊 我就第二次摁在我这个手上 右手这个中指上啊 这个呢就比较轻 因为我只是一摁 他隔着那个纸 会轻轻的扎了一下 比我腿上的那要轻的多啊 腿上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啊 才恢复的差不多啊 这是两次了对吧 你可能想你真够蠢的啊 你已经吃到两次亏 你还会吃第三次亏吗 然后我就找哈 这马峰啊从哪来的 我就发现呢 他就在我外头 二楼的窗户啊 下面下部的那个地方 然后我站在地上 肯定是够不着的啊 然后呢你得有个梯子之类的啊 来对他进行处理啊 我老公都找好了那些防护啊 就是防护面具啊什么的啊 那些全都搞好了啊 然后他再去找那些个 什么梯子啊或者是什么的 那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我就出现在了现场了啊 我出现在现场 我看着在那个窗户那底下啊 那个马峰就在那个缝那 围绕那个缝啊在那进进出出的啊 一窝啊 然后呢我就看到那有一个那水龙头啊 就是椒花什么的那个水龙头 我就拿起那水龙头 其实我离他那个地方呢 得有一个五六米以上的距离啊 我觉得这个距离应该是比较安全了吧 因为我一喷他的时候 确实我就一喷啊 然后他就起飞了啊 他起飞就在一个一米的范围当中啊 他起飞 然后他呢又会再回去 就在那一米的范围当中啊 我就觉得我离他有五六米 我是安全的 我就在那拼命的跟着 拿那个水龙头跟着刺他啊 我刺得过瘾的时候 我就觉得我这个手上怎么这么疼啊 然后我一低头一看 一个马峰 就到了我这个手背上了 当时呢 我就是本能就是把水龙头一扔 就想用手来拍他对不对 但是我就想起来我腿上 我拍他的那个残痛教训啊 我就没敢用手来拍他 然后呢我就晃一晃 使劲吹啊 他仍然是不跑的 然后我又捡起来水龙头 然后来刺他 你想这个过程当中 他把我往我这个手里面 注射了大量的毒液 所以就造成了啊 我这个三处被他遮伤 这个左手呢是最严重的 哎呀马上就肿起来了 肿起来以后呢 肿的就是很严重啊 然后我知道之前肿的时候 就特别严重啊 就胀满的那种肿啊 让你特别严重 我老公说你前面啊 让你去看医生 就不是看医生 这个都这么严重了 去看医生吧 然后呢我就去看医生啊 医生一看呢就说啊 这个啊啊我给你开药啊 给我开了一个口服的过敏药 开了一个抹的那个过敏药 给我开了两种药啊 让我去拿药 我还以为我去了以后 他会给我进行他那些药水啊 什么进行处理 我还以为会离干戒影呢 结果他并没有啊 并没有进行处理 就给我开了药 然后呢我就去拿那个过敏药 和那个药膏啊回来抹 那我回来抹呢 我就发现啊 其实好像就对了 对比我那个腿上啊 其实好像也没什么作用 没什么明显的作用 或者是就没什么作用啊 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啊 就是说你要被马峰遮了的话啊 你吃那个过敏药 和抹这个过敏药膏啊 没什么作用 然后呢再说就是这个药的费用啊 以前我就跟大家说了 对不对 加拿大呢虽然说啊 医疗说是全民免费医疗啊 其实药费是不管的啊 你去看病的时候呢 他是免费的 比如看医生 他是不收我钱的 但是他给你开这个药 是你自己要付钱的 我不仅要付这个药费 我还要付这个拿药费啊 这个拿药费就很贵啊 拿药费一般的来说呢 就是不同的药店会不同啊 但是一般的都是在十块加币左右啊 而且他不是说我一次拿的药 他一次收这个拿药费不是啊 他根据药的种类啊 他给你开了两种药 就收两个拿药费 你知道吗 那么我那个三天的过敏口服的药呢 那三例啊一共才一块多钱 然后呢他收我十块多的这个拿药费啊 一共是不到十二块加币啊 这是那个三例那个药粒啊 然后呢抹那个药膏呢 是两块多钱啊 然后再加上拿药费十块多呢 一共是呢不到十三块钱啊 加起来是二十四块多 其中这个拿药费呢是二十多啊 加拿大就是这么一个状况 然后拿回来其实也没有什么用啊 这二十多块钱啊 给我心疼够呛啊 那么再说回来呢 就是另外的我刚才说啊 这个过敏的这个挺麻烦的 挺麻烦的 你看我这个手哈 当时肿的非常的厉害 对不对 但是呢过个两三天啊 他就消肿了 你看我现在哈 基本上就消肿了 我这个手上就没有那个肿的那个了 但是啊 他仍然是现在呢 他不肿了 我当时为什么说会举着哈 人家有的网友啊就很会心疼人啊 有的网友说他肯定是放下来了 他疼 所以他才举着 那有网友啊真的是太善解人意了 网友猜的是对的 就是你放下来的话呢 他可能因为充血啊或什么的哈 第一他会疼 第二呢他是胀 因为当时肿啊 所以呢他不能放下 他一直举着啊 然后现在为什么还得举着呢 现在我发现他也不肿了呀 但是如果放下来过一会儿 他也有那种胀感 有那个胀感 再而是他现在啊刺痒 虽然说不肿啊哈 他刺痒 局部呢他是这个刺痒 另外呢我为什么觉得说 如果后遗症就麻烦了啊 因为他这个痒哈 他不光是在这个部位上 他就是在他的周围 比如说我是这个地方哈 我是整个的差不多整个的胳膊 这胳膊肘往上的 这块区域哈 食不肠的就痒 食不肠的就痒 不是一直痒 食不肠的痒 问题就出的来 食不肠的痒 然后我这个手呢是中指这个地方哈 都已经好了哈 但是呢也是啊 这个胳膊哈 就食不肠的痒 现在我的腿上啊 其实在一个多星期以前啊 基本上都已经好了啊 但是呢 现在这个腿上啊 也开始痒 这是为什么呢 过敏啊 其实是我们的免疫系统 神经系统的一个反应 其实是一个反应 是他对外来的某一种物质的 一个反应 他让你痒 他和这个局部哈 说你用刀这儿搁着一个口子 这个疼 持续疼啊 这种疼啊是持续的 这个它不一样 你知道吗 就是说它是接到了一个信号 就咱们这回新冠病毒哈 就他们美国的那个疫苗啊 它叫信使疫苗 对不对 他就是呢 给你免疫系统啊 一个信号 他告诉你啊 说哎你来进行这种反应啊 那么我们的免疫系统有的时候呢 它还会乱来呀 其实它压根就没有什么触发的原因 我们没有受伤 没有物质进入我们身体 它乱来 所以呢我现在就担心什么呀 我这个毒素在我身体等 循环完了以后呢 我的免疫系统啊受到了damage 然后呢以后它会乱来啊 经常就是让我痒 这个呢会让人比较受不了 但是我现在在网上就查啊 关于被马峰遮了这个问题啊 我一直都在查啊 中英文都在查 我发现呢 其实绝大部分人啊 被马峰遮了以后啊 他不会去看医生 他就等着你这个毒素 他好了就得了 但是呢 大家也知道在讨论这个过敏问题啊 没有人说 哎等你好了以后呢 你留下了永久性的这种后遗症 还没有人说这个 所以现在呢 我不是特别的担心 所以我详细的就想录这么一个视频啊 跟大家说一下 我这个从头到尾的这个过程啊 前面半段呢 就是让关心我的网友们放心 后面这半段呢 就是让大家在生活当中啊 首先是注意别让马峰给你遮了啊 即便你离着五六米啊 他有可能会把你遮了啊 不要抱有这种侥幸心理啊 第二就是被他遮了以后呢 你要不要担心这个事情 好 关于我这手这事呢 我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